桌上放满了菠萝麵包 牛角麵包 还有炸弹麵包 更吸引人目光的是 中间这个巨无霸菠萝 重达8公斤 是正常菠萝麵包的200倍 有人还以为是假的 但它可是货真价实 可以吃的超大型菠萝麵包 我们都知道 现在是一个养生概念提升的一个时代 所有的东西 大家都希望吃得健康 吃得安心 巨无霸菠萝面积庞大 要两个大男生抬震才不会掉 这次菠萝麵包创意展 分成学生组和职业组 就是希望借由融合在地特产 发展出具有俯成味的特色面包 每一个组都有10个奖 而且在都有10个奖 所以他们都有奖杯 那学生组我们还有加码 每一个学生我们还有1万块的这个奖金 主办单位 期望将这个在地味道带给台南市民 并且让全台各县市 也能分享到这幸福的美味 杰仲真 台南报道